這裡是民主的議場 團結台灣的力量能過半 國家安全 進步理念就能持續堅守 但是你能想像這些人 在國會占多數 會發生什麼事情 理念價值不再向前 錯誤決策再度上演 國家安全面臨前所會有的威脅 我就刪減全部預算 轉型正義 謀上黯淡的虧 台灣不能走回頭路 我們需要的 絕對不是把民主議場 當兒戲的國會 我們需要的 是可以為台灣前途 立下根基的國會 1月13日 選隊的人 讓台灣走對的路 三票民進黨 台灣路更廣